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为父母报仇的杀人犯,为什么千万杀不得? 在很长时间里,东西方文明中都存在血亲复仇这一概念, 简单说就是为了给自己的直系血亲如父母、子女报仇、杀害仇人的, 尽管违反了一般意义上的法律,然而却能得到他人谅解,甚至获得宽恕和赦免。 中国的先秦时期,本身法律体系尚不健全,列国征战,权臣倾压, 个人之间、家族之间的仇杀和政治暗杀非常频繁,甚至对普通凶杀都难以治罪。 秦始皇统一后,秦法严峻,但秦朝却很快崩溃,之后首个真正长期大一统的中央王朝,乃是汉朝, 而汉朝强调孝道,孝甚至成为选拔政治人才的重要因素。 比如当时地方基层官员孝联,就是靠孝顺与否来选拔的,曹操便当过此职位, 而这位孝联曹操确实很孝顺,为了给老爹曹松报仇,出杀徐州数十万民众, 后来又用不孝的罪名杀掉了张黎的孔容。 这些事题外话了,单说汉朝因为强调孝顺,这样一来,子女给父亲报仇, 甚至成为了捣法上的义务。 于是官方对于子女给父母报仇而造成的刑事案件,往往从意识形态上,保持着一种同情。 这件事情,在东汉的汉章帝时期,终于达到了一个高峰,汉章帝。 那是在汉章帝建出年间公元76到84年,发生了一个案件,有个儿子,因为旁人侮辱了自己的父亲,于是杀了这个人。 这当然是痴裸裸的,故意杀人案,即使按照汉高祖当初的《约法三章》,也是个杀人者死的局面。 然而汉章帝呢,觉得此人是个孝子,就赦免了他的罪。 俗话说,上行下孝,皇帝喜欢孝子,给孝子网开一面,其他官员也就纷纷仿孝,形成一股孝子杀人不死的风潮。 到汉章帝的儿子汉和帝时候,这种风潮又达到新的高度。 西汉大儒董仲书的六世孙董案,是一位著名的大孝子。 董案的邻居王继则是个不孝之子,据说,因为董案的孝顺,衬托的王继更加不堪,于是,王继对董案母子都怀恨在心。 某日,王继承董案不在家,跑到董家,对董案的老母乌言漫漫,甚至拳打脚踢。 董母受了这一顿侮辱,卧病不起,不久去世,董案为这事,恨之入骨,发誓报仇。 但他好虑到王继的老母,与自己母亲关系不错,为了不让这老太太也遭受丧子之痛,生生忍了数年。 等到数年后王继的老母也去世,董案就在王老太太丧事完毕后,斩杀了王继。 之后,董案祭祀了母亲的亡灵,然后到官府投案自首,这事闹到汉和帝面前。 汉和帝和老爹汉张帝一样,家讲孝子,于是不但赦免了他的罪行,甚至要让他当官。 董案拒绝了官职,但还是得到皇帝的赏赐,终身隐居。 后来,人们为了纪念这个母子子孝的典型,将他隐居之地的小河,命名为慈禧,汉和帝杀了人,不但不受罚,还能当官,受赏。 汉和帝有这样的立场,他手下的官员们,当然要封营,于是制定了所谓清无法,正是从法律上确立了孝子复仇的正当性。 这下子,有人终于看不下去了,尚书张敏强烈表示反驳,他认为,如果把孝子报仇杀人这种行为,用法调加以合法化,将会给兼徒更多钻空子的机会。 春秋大义就讲究儿子要为父亲报仇,但当时法律却照样严厉处理,就是因为不能开了,鼓励相互残杀的先立门路,而且说为父母报仇就可以杀人。 这个为父母报仇到底怎么界定,一旦进入法律文件,只怕这种凶杀会愈演愈烈,所以咱们汉高祖约法三章,就是让法律越简单越好,免得被那些玩弄法条的奸贼占了便宜。 这张是当代张敏,不是东汉张敏汉河帝最开始不想理财他,张敏继续据理力争说,法律目的都是为了禁止民众做坏事,心无法鼓励孝子复仇杀人,算是借了哪门子的坏事,这样只会造成自相残杀,愈演愈烈。 有人说,这法律宽恕人的生命很好啊,可是被害者的生命又怎么算呢?杀人者死,本来就是三代通用的制度,今天想要拯救生命,反而开了自相残杀之路。 一个人受到赦免,天下因而受害,还请陛下您三思,汉河帝听了张敏的话,把清无法给背除了,法条虽然背除了,但汉朝鼓励孝子报仇的精神,依然贯彻其后。 比如在汉林帝时期,有个叫赵军安的,被当地豪强,受杀害,赵军安本来有三个儿子,打算为父报仇,结果都在瘟疫中去世,只剩下已经出嫁的女儿赵额,李寿因此庆幸,拿小的赵额经过不让须眉,在179年2月的一天半路伏击,杀死了李寿,然后投案自首,当时的官吏纷纷打算暗中纵容赵额逃走。 但赵额拒绝了,坚持愿意认罪府法,后来遇到大赦,赵额得以获释,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赞许,而就在赵额复仇的前一年及178年,某地也发生了孝子,为父亲报仇杀人的案件。 当时的太位乔玄,打算上书朝廷赦免这个孝子,但县令却直接按杀人罪,砍了孝子的脑袋,这下乔玄活了,竟然下令把县令抓起来乱过打死。 那时候,执法人员要真处死一个孝子,付出的代价还真惨烈呢。